我求你了 你 你让我见见他们好不好 我没事 他们呢 他们有没有事 严星成 还有 大家都没有受伤 伯父现在在休息间 你的朋友美娜 就在外面 美娜 美娜 她 一切都结束了 曼联 你 你叫我 没错 我 我早就知道是你 是曼宁 我 我和颜星成 我们 她和庄稼 和蓝海集团 已经把一切都公布了 她是庄稼大女儿 庄美萱的长子 本名炎毅 十七年前 因为随父母去海外 巡视分公司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因而流落在海外长大 她才是庄稼 真正的长孙 是庄稼大女儿 我怎么都听不懂 我早就知道了 你和她之间的秘密 也早就知道了她的身份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居然会在汤灵 逼你承认身份的时候 自报了自己 怎么会是这样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这是他让方向亲自发出来的新闻 媒体已经全通报了 严新成只是他的伪装 他真正的身份是庄家的炎翼 不是 不是 他告诉我他是严新成 他是严新成不是吗 我要去找他 我要去找他 曼妮 我要见他 抱歉 恐怕你见不了 我要见他 我用话要跟他说 曼妮 小曼妮小姐 你冷静一点 你现在只能待在病房 你哪儿也不能去 是他让你们来的事吗 他让你 你们守着我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求你了 你 你让我见见他们好不好 抱歉 不抱歉 沈曼妮 你 沈曼妮 你 你 沈曼妮 你闹够了没有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结束了 结束了 不管你是被他 不管你是被他雇佣的也好 不管你是被他雇佣的也好 协迫的也好 你们现在都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现在不再是庄家的庄新颜 他也不再是你的未婚夫 娜娜 娜娜 我想见他 从现在开始 你是沈曼妮 你要回到你的尸地里去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都结束了 结束了 妈妮 妈妮 爸 妈妮 外公 对不起 孩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也知道你为什么回来 外公都是我的错 您要是生气的话 您就打我骂我 孩子 幸好你还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我痛恨这个家 不是丢了这个 就又丢了那个 我多想没有那个十七年前 没有那个冬天 你妈妈 爸爸 你和新颜都在 那多好啊 去吧 把新颜接回来吧 庄家的孩子 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外面 至于那个女孩子 让她走吧 别再回来了 我看着她 我看着她